10這個電子股 那裡面的話也是請各位先把那個題目檔先打開來這個檔 打開來類似像這樣子 裡面的話當然時間 成交 買進賣出啦 漲跌啦 張數這些東西 然後要我們做什麼呢 其實最後完成的結果就是類似像這樣 其實主要就是 要把一些什麼張數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張數除了數字之外 裡面呢還會有填一些顏色上去 那這個填顏色的主要的作用就是說 因為有的時候你要看那個 其實你看數字 或者是說看文字 有時候還要判斷 腦筋還要再稍微做一個 可能要判斷他的多寡 可是如果你看圖你會發現 一目了然哪個多哪個少 你會馬上知道說你其實可以不用看數字 你可以看個大概 所以一般人還是比較喜歡看圖 可以看圖看文 再來看文 那再來的話就是去 跟那個著收 著收盤 昨天的那個收盤 與成交的比較 看是漲還是跌 你會看這邊有個圖 櫻木了然 然後成交與最高最低 成交跟最高最低的一些圖 所以這個是我們最後要做出來的 那接下來看一下這邊總共會有幾個需求 第一個的話就是我們要怎樣 把那個順序做調整 調整欄位的順序 也就是說本來的順序你把它按照這個上面的 順序去調 可能呢 最左到 股票代號 時間 著收等等的 那也許原來 順序不是這樣 那請你學會一招就撿下 把整欄選取之後的話 再搬移 所以你會發現 本來的位置 基本上 這邊的話有 幾個地方可以再調一下 這邊的話你會發現 股票代號 時間 著收在哪裡 在這裡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 開盤 成交 所以這兩個要搬到哪裡呢 搬到那個開盤 時間 的後面 所以你可以按 右鍵把它剪下來 剪下之後你再把它 貼到那個地方去 OK 各位可以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這個就是換 換他的位置 你可以用剪下的方法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還有底下什麼呢 增加兩個欄位 他要增加L欄 增加這一欄 然後欄寬設定 剛剛有裂高 這裡的話呢 會有個欄寬 另外呢 設定自動換列 那什麼叫自動換列呢 所謂的自動換列 就是說呢 因為你這個 這個輸入文字之後 你會發現 假如你沒有自動換列的話 按右鍵 出現格式 裡面有個機關 對齊方式 預設這個是沒打勾的 如果沒打勾 你會發現 藍的 如果你的字比較多的話 它會跑到 最右邊 那這個地方當然 如果你會的話 當然 Essal 只要你上完這個課 你就知道 有個自動換列 它就會自動折行 有沒有 OK 這個是最基本的 我發現還是有同學不會 不會怎麼辦呢 他在那邊慢慢喬嗎 那不對啊 如果老闆說 你這太寬了 可不可以再喬回來 那喬回來就露線了 就沒辦法 對 那其實很簡單 就是自動換列 就這麼簡單 OK一個功能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設定什麼呢 設定一些 相關的走勢圖 還有加一加上 成交與最高 比較 然後利用這邊 它有些相關說明 設定 然後章數的部分的話呢 再設定一些圖 然後另外 再設定框線 這題就完成 所以基本上 它大概就是 一先幫我把什麼的 這個 擠欄有沒有 把它移到前面 第二個做這個 再做底下的圖 再做這個 做底下的圖 在章數裡面呢 做底下這個效果 就是這一題我們要的 那請各位 先找找看啦 功能找得到的話 可以先試試看 如果不行的話 我待會的話 還會再做個說明 我先試一下看看 其實你做完之後啦 將來呢 你要輸出一個 類似那個 如果你在證券金融 的那相關產業啦 這個是必要 你一定要學會的 如果你不會這些東西的話 那當然你問題就很多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 細節部分 看一下 當然 根據這個 這個圖 裡面要做的動作 當然第一個 你就是把什麼 著收 開盤 最高最低 其實就是四欄 減下來 那選的話記得 點上面這邊 你就 點那個 哪一欄的嘛 有個黑色的箭頭向下 按右鍵減下就可以了 減下之後的話呢 他移到成交的前面 所以請你選C欄 按右鍵 這個地方的話 他有個什麼呢 插入減下的儲存格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會自動幫你把 後面這四欄 有沒有 這後面這四欄 直接搬到哪裡呢 搬到成交的前面 記得用這一個 不然的話呢 他會 把 如果你是用直接貼上 他會把他蓋掉 所以你記得 一定要用這一個 然後選C欄 按右鍵 一樣呢 這個插入減下的儲存格 你會發現他成交跑到這邊來 後面四欄 跑到前面了 OK 不然的話 如果你不會這一招的話 你就可能要 在這邊先插入四欄 插入四欄 然後再把它搬過去吧 OK 不過我覺得比較麻煩 直接用什麼呢 先剪下 然後再 插入到成交這一欄就OK了 那這邊的話呢 第一個就是先把這個先完成 第二個的話呢 再做什麼呢 他說第二個 新增L欄 L欄的名稱叫 著收開盤與成交比較 那所以呢 我把這個 這個L欄 我們來看一下L欄在這裡 裡面的話呢 欄會名稱 那因為比較長 所以我先把它打在這裡 這邊的話 著收開盤 與成交比較 把它直接輸入到 當然你可以直接點兩下輸入到這 或者是直接輸入到 上面這邊也可以啦 Enter 那再來的話呢 他的什麼呢 他的欄寬 要是15 而且要自動換列 欄寬15呢 請你選L欄 按右鍵喔 右鍵之後會有個欄寬 剛剛是 右鍵有個欄高 因為你是選欄 如果你是選欄的話 他會是欄寬 欄寬的話呢 他要我們設定 他的欄寬是 15 所以這邊的話 輸入15就可以 再來呢 他的 那個自動換列 按滑鼠右鍵 游標放L 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記得喔 把數值切到對齊方式 自動換列 按個確定就可以了 這樣子 他就會幫我把什麼 那個字喔 根據欄寬自動換列 所以如果你現在 假設這樣 折行裡面的一點的話 你會發現 他也是會去折行啦 所以未來 如果說你來 出生格裡面的資料 比較多的話 記得喔 用那個合併 按右鍵喔 出生格式裡面的自動換列 確定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的那個 剛剛的部分 那再來 他要做什麼呢 接下來後面 還有就是 要做 根據什麼呢 著搜 開盤 成交 做一個 折線圖 所以呢 這邊的話 特別是著搜 開盤成交 所以你記得喔 要根據什麼 著搜 在這裡 這三個 開盤 在成交 這個 按 按按照鍵 這三個先選起來 然後呢 或者直接 有不要先放這裡好了 那特別主要 這邊要做什麼 他要做一個 所謂的那個 什麼圖呢 這邊有一個叫做 走勢圖 樣式 這邊有相關樣式喔 那這邊特別主要 你可以從哪邊呢 因為剛剛同學應該要找一下 你可以從那個 在插路裡面的話 有一個 什麼呢 有沒有看到折線圖 這個地方折線圖點擊下去之後的話 第一個他會問你說 資料範圍在哪裡 那因為 題目一樣 著搜開盤 跟成交 所以請你把著搜開盤 再按下Ctrl鍵 有沒有 著搜開盤成交 著搜 開盤成交 OK 然後顯示是折線圖 所以記得一定要選的是折線圖 放在這裡按確定 OK 參照的範圍 是位置 著搜開盤 成交 所以這邊的話 成交應該在前面 應該放在的是著搜開盤 放這個前面 OK 所以應該是連續的 然後呢 一樣 折線圖 好吧 水連罐 連續的 然後放這邊 那再來的話呢 他要我們把那個裡面有一些比較重要的是 這邊是標記要打勾 另外呢 走勢圖樣是要彩色1 彩色1的話在哪裡 記得標記先打勾好了 標記 有標記跟沒標記有什麼差別呢 你會發現 多了一個點 OK 所以標記其實就點 再來的話 彩色 他這邊有個樣是什麼 彩色 這個緊急Lumber Lumber 1 第1個 所以呢 你就點選旁邊這邊有樣式有沒有 那彩色是哪一個 當然 你可以看哪一個 顏色最 最鮮豔的 那就是他了 OK 看起來應該這個 所以 就是 向下 Lumber 1 就第1個 所以這個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呢 如果你要把這個樣式呢 全部套用的話 特別最好你不能點兩下 因為我記得他好像沒辦法 快點兩下 他一定要怎麼向下填滿 向下拉就得拉到這邊來 放開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做完了 著收開盤與成交 所以位置可能在 自己再調一下 根據那個 題目裡面要的 那 接下來的話 後面還有 就是成交最高最低的 比較 其實方法跟剛剛蠻像的 最後是髒素的顏色 這怎麼做待會再來看 我把這邊講 再來成交最高最低 顧名思義嘛 只是說優標放這邊 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 這個地方叫 直條 直條圖的範圍就是成交 所以成交在這裡 最高最低這三個 按確定 那這個時候呢 他會出現這樣的圖 然後題目要我們 第1 第1點打勾就可以了 所以第1點就是說 只有針對第1個 成交的部分 去做 比較特殊的顯示 所以你發現打勾之後 第1點 比較特殊 但其他什麼 高點 有沒有 第1點 其實你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雖然他 沒講到 但至少你要知道 有這個功能 另外樣式的話呢 他要什麼樣式呢 題目要的樣式是什麼呢 他這個 也是一樣 彩色 Lumber 1 所以其實位置都一樣 也就是你直接點這邊 剛剛位置在這裡 所以你就找一下 同樣的位置 有沒有 在這裡有走勢圖 樣式 Lumber 1點下去 然後一樣向下填滿 這個部分的話就完成了 OK 放開 再來的話呢 針對章數 他要做什麼呢 把那個章數做 剛剛看到那個 那個長條狀的那個樣式 有沒有他這邊 而且他還有提示喔 資料橫條 裡面的什麼 漸層填滿 他要是 橘色的資料 橫條 所以呢 請你把章數 向下選取 向下選取 怎麼選比較快 那你可以 先把游標放K2 再移到最後面 按SHIFT鍵 這樣選也可以啦 不過我的習慣會 游標放這邊 Ctrl-SHIFT向下 這樣會比較快 因為你可能要捲啦 如果資料多的話 你要捲很久 就要過頭 但是Ctrl-SHIFT 向下 他整個就選起來了 然後做什麼呢 第一個先把範圍選取 第二個做資料橫條 橫條裡面呢 他要什麼 漸層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漸層填滿 裡面找到橘色的 應該是這一個 橘色資料 那就這一個 點下去就OK了 好 那當然其他啦 我是建議啦 以後如果你會有 資料 尤其是數字多寡 的時候呢 其實這個功能還蠻 好用的 為什麼 因為他其實 你根本不需要做什麼事情 馬上底下就會有一個 長短 讓人家一目了然 不然的話資料量多的時候呢 讓老闆看會覺得很辛苦 所以現在 怎麼樣讓那個 或者客戶看 一看 這蠻清楚的 多更寡 一下子馬上 一目了然 那不過這個功能 是在 可能以Sale 如果在 早期2007以前的版本 是沒有的 這個功能都是新的 所以有的時候 像現在有些公司 用的比較新 2013還有更新的功能 可以讓你的 資料或者報表 更加醒目 OK 好那做完之後的話 還有什麼呢 我們最後好像還有兩題 再來的話呢 設定什麼呢 第1列 特別是 A1到M1 做什麼 白色 跟 它的字要是白色的 底色要是藍色的 所以我們先把 列高調成35 列高怎麼調35 要不要放 第1列選取 按右鍵 一樣列高 輸入35就可以了 第2個的話請你把 A1一直選 選到M1 然後呢 它要什麼呢 它要的是 字是 白色的 所以是白色這個 不過白色背景 是這個 底色的話呢 把它改成 藍色的 藍色是這個 OK 有不要放上去 其實它也會顯示藍色 好 這樣就完成了 最後的話呢 再把 這個 這個範圍裡面 A1到M65 就是整個範圍裡面 內框線是最細的 外框線是刺出的 那這個方法跟剛剛一樣 有不要放A1 Ctrl Shift向右向下 Ctrl Shift向右 向右選 向下 向下選 整個選完之後的話 再到框線裡面 其他框線 內框線嘛 所以先選最細的這個 點一下內線 那刺出框線是外框 所以點一下刺出 應該點這個 刺出 OK 這樣就OK了 所以按確定 那當然你這樣看 不是很明顯的話 建議你直接 到列印裡面看一下 它印出來 大概這樣 不過基本上 如果像這樣印 後面還有的印不下怎麼辦 其實你可以調整 在哪邊調整 這邊方向你可以改成橫的吧 有沒有橫的就印了 如果你要置中啊 或者什麼的 其實這邊還有 在 版面配置裡面吧 也許你可以在 如果你要把它輸出 爆表的話 一般還會在 這個地方去做什麼 比如改橫印 如果印不下 你可以調整成一列 調整成本來是100% 你可以預覽電力看一下 像這樣有沒有 它旁邊會空一堆空間怎麼辦呢 你可以怎麼樣 再到版面配置裡面 把它調成一張 按確定 你可以看一下 橫向 好像 太窄了 OK 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以再去做一個縮方 比如說你這邊 100% 假設剛剛100的話 你可以再調120% 等等 讓它列印的時候 可以寬 寬一點 或者是說 最後如果假如要把它置中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在這邊 選擇什麼呢 邊界 夜首 夜尾 這些可以再做調整 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這部分先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 謝謝 各位 謝謝 感谢观看